我们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验 就是很难 每家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验 这是我现在慢慢人越来越长大之后 你越来越明白的 那我们一讲到像你们这样家庭豪门 我们都会觉得哇 豪门恩怨 豪门就一切好像都是更加的戏剧性 豪门的生活难不难 也不是那么容易我觉得 在豪门里边生活 我做我的事情 你个家庭做你的事情 大家都河水不犯井水的 但是有时候呢 毕竟呢就是我的先生爱我多一点 还是爱你多一点 还是爱他多一点 这些可能不会讲出来 在心里面是有的 你会介意吗 因为我说在想如果我很爱这个人 但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时间是属于我的 我需要跟其他的一些人和家庭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我内心我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为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我想了两天 要是我跟何先生在一起 一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的 所以在想了两天之后 那我就也跟何先生 大家有个默契的讲 我不会给你压力 你也不要给我压力 我在澳门生活 你在你的事业方面 我怎么可以帮你 但是有些事情你不要让我去做 我也 过了你过了香港的事情 你不要告诉我 我就就是这样的性格 所以他也觉得我没有给压力给他 而且也不会去伤害他们 只有帮助他们 何先生说你要帮我的其他的女儿一个什么忙 帮其他的太太买些什么东西 这些我完全没问题的 他希望我在哪里可以帮他 我就一幅反悔的 就直接就从他那里 把这样的事做好 我淹没了